订阅 怎么了 你这么满两屋远了 你跟沈鸿终于要结婚了 这不好事吗 你丧个脸 程志远 怎么会是她呀 我和沈鸿 结束了 为什么呀 我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 没有办法化解的事情 命运跟我开了个特别大的玩笑 那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你了 不过像你这么觉得人都认输了 我看来这个玩笑开得不小啊 那你怎么又要嫁给程志远了 我怀孕了 身后的 程志远知道吗 他知道呀 所以 他才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我结婚 但是我们之间也说得很清楚 那我真的不得不说程志远这个人挺好的 所以 我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就赶快跟他离婚 不能这样好着他 那沈鸿能接受吗 那沈鸿能接受吗 他只能接受 严小诚 那你自己呢 他只能接受吗 魏彤 你知道 情深不寿吗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结果 两个人结婚 也不是结果 这种感情 就注定要分开 我和沈鸿在一起的日子 我特别开心 特别快乐 但是那些日子我都 心里面有很多顾虑 我都在收着 我放不开我自己 如果我知道我和他的 开心快乐 只有这么短暂的时光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 好好取爱 可是现在呢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认命了 你才多大呀 搞得木齐成真呢 人生的路还长着呢 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事 你都不知道 我给你当伴娘吧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和你最爱的人结婚 但婚礼是一场人生中奇妙的体验 别想那么多 就当一次经理 放轻松 我陪着你 谢谢你 干嘛 那猴子不接我电话我有点担心 我来看看他 财三 你来得正好 你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大的 你去劝劝他 说不定他能听得进去呢 包我身上 他在屋里吗 在 连我们都不想见 这个混蛋 我帮你说的 我先上去了干吗 猴子 你开门 你别跟我装死 开门 我 沈横 你死没死给句话 行 没死就行了啊 我告诉你 沈横 我不知道你跟严小臣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但我只知道 你现在必须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你听见没有 你要再继续这样 全世界都抛弃你了 你听见没有 开门 开门 让我进去啊 沈横 你再这样我也不管你 你听不听见 开门 你不开是吧 不开我也走了 我告诉你 我数三下啊 赶紧过把门开开 三 二 二 一 行 我走了啊 以后我也不管你了